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动作多多 那么他继前两天已经是双降之后呢 昨天又收盘之后又开展了这个1400亿元的SLO的一个操作 那么今天呢又进行了1500亿元的一个利回购 来释放出更多的市场的一个流动性 那么之前A股呢是有明显的这个走资潮啊 那么现在呢情况是不是有所缓和了 你怎么看就以后的A股的走势呢 那么今天呢A股的市场呢一直是在这个3000点的一个附近进行一个徘徊 那么在尾盘呢在国企改革以及金融股的一个带动之下呢 是一举就站上了这个3000点这样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心理关口 那么从这个市场的一个资金面上看呢 那么在这个近期的一个人民币贬值之后 这个外资的一个流走呢 使得了那么市场的资金呢 是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 再加上呢虽然央行是进行了这个双降 但是呢降者呢是要在9月6号的时候才进行这个实行的 所以呢那么短期的一个资金面呢依然比较紧张 那么央行呢也是就从昨天到今天又继续的进行了一些短期的货币工具 来释放这些的一个流动性 但是呢从在这个降准降息之后呢 那么对于人民币来说呢 是使得呢它的一个贬值的压力是进一步的扩大的 所以说呢那么对于这些的一个走之潮来说呢 并没有起到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 那么另外呢这些短期的这个流动性的释放呢 更多的呢是希望是能够在旧经济啊 能够通过呢一些资金利率的一个降低呢 来带动经济的一个发展 但是呢那么其实在这方面上面看呢 之前呢也是经过了多次的降准降息 投资者呢对于经济的一些前景以及这些措施的效果呢 依然还是存在着一个忧虑的 所以呢那么这个对于这个A股的一个市场气氛呢 能够说是就这样是出现了一个好转呢 后续呢还是要继续的观望 那么另外呢在这些监管层已经是放弃了 用资金来拖抵这个市场之后呢 那么昨天呢政经所呢是进行这个股指期货保证金的一个提高 并且呢是对164个客户呢 进行了限制开仓一个月的这个措施 那么公安机关呢也是对多个的一些的人员呢 进行要求呢协助的调查 那么维稳股市的一个意图呢 依然是非常的强的 但是呢其实相比之下呢 这些就是这些措施的力度上面呢 并不是特别的强 那么投资者呢 其实并不能够从这些措施上面呢 就看到呢A股的一个 可以呢后市继续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那么态度上面依然是比较的谨慎 也会呢限制后市的这样的一种反弹的力度 那么另外呢在这个互股通方面呢 我们是有看到呢近期三天都是出现了一个净流入的状况 但是呢由于这些的互股通的资金呢 更多的都是一些短期的资金 可能呢他们是流入之后呢 博取3000点上方的这种反弹 所以说呢并不能够说这些资金的一个流入呢 就意味着后市是外资是看好这个后市长期的一个发展的 那么也是呢要防止呢这些资金呢 短期的一个博取反弹之后呢 就流走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从这个技术面上看呢 然后户指呢周二的时候呢是跌破了3000点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口之后呢 那么近几天呢都是在3000点的附近呢进行一个反复 那么前几天呢都是在3000点的上方呢又被估下来 那么今天呢是站上了3000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收于一根光头的阳线 那么目前呢但是呢从这个成交量上面看呢 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比较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呢那么目前还是要看3000点这样的一个位置 能不能够能够站稳 那么上方呢在五日均线的位置 3133点左右呢是有一个阻力在的 那么下方看呢暂时在近几个交易人都暂时在2900点的附近呢 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支撑 好的潘小姐大致上是认为A股可以在短期之间可以起稳 但是要在3000点以上站住脚还是比较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好了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有哪些的焦点的消息 那么据到报导为了更好的规范和促进这个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呢 电动汽车充电接口新国家标准是有望在今年年底会出台了 那么市场呢是认为可以有效的消除日前 目前啊这个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这个一个弊端 那么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龙头股份嘛 应该叫做龙头股份是比亚迪 可是公布了它的一个中期的业绩 那么上半年的业绩呢是同比增长了29.4% 那么美股盈利为19分不派息 那么是符合市场的一个预期 那么业绩量力再加上有一个利好的消息传出来 那么今天又发表了这个三季度的一个影席 所以今天的股份也是有所涨停的 所以您怎么看这一支比亚迪这支股份呢 那么从业绩上面看呢 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同比有一个三成的一个增长呢 是这个扭转了去年全年的一个业绩增数 放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去年呢是业绩的增数是有一个下滑的 那么从这个比亚迪的一个主要的业务上面看呢 那么像是一些的这个手机业务方面呢 今年上半年是保持一个平稳发展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这个电池方面呢 是出现了亏这个增数的一个下滑 但是呢在主要的这个盈利的一个增长呢 就是来源于这些的一个汽车业务方面 那么今年上半年的汽车业务呢 是实现了一个同比四成的一个增数 那么也是呢有所这个发展的一个加快 那么在这里面呢 主要是受益于呢 一些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销量的增长 那么这些新能源汽车呢 占到比亚迪的一个总收入的比重呢 也是从去年的这个同期的一个11%呢 是上升到了19%的这样的一个比重 那么这其中呢 主要就是因为呢 今年上半年的一些 一些这个全年呢 那么受到一些的政策上面的支持 包括呢在一些一线城市 像是这些充电装设备的建设的一个 逐步的一个完善呢 那么带动了今年这个国内市场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的增长 在今年上半年呢 这些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呢 就已经是达到了去年全年的一个水平 那么在接下来的市场上面看呢 随着这些一线城市的一个汽车的一个限购的实行呢 那么一些汽车的车牌的摇耗的中签率呢 不断的一个下降 但是呢像是深圳呢 就对这些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车牌呢 有所这个放宽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措施之下呢 就能够吸引到一些的投资者呢 去购买这些的新能源汽车 但是呢那么目前限制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上面呢 还是比较的贵 那么原来呢 这些消费者买这些新能源汽车呢 看重的是他能够节省这个油费的这些成本 从来呢是来相应的抵消它的一个这个价格上的昂贵 那么在目前呢 随着这些汽油价格的一个不断的一个下滑 目前已经是跌将近不到五元一升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那么这方面的一个省油这方面的一个吸引力呢 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呢 是有所减少的 另外呢从整体的这个汽车业务上面看呢 随着近期人民币的一个贬值呢 是使得呢进口汽车的这个销量 进口汽车的价格上面呢 是更加的贵了 那么也是对于这些国内的汽车品牌来说呢 是有利于销量的一个增长的 但是呢 从这个公司的自己的一个看法上面看呢 那么传统的这些汽车业务呢 依然是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竞争 那么能否是出现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呢 依然还是存在一些的不确定性 另外呢 虽然三季度公司的一个业务 你这个盈利呢是 是出现了一个引起的 但是呢那么主要是因为呢 公司出售了像是一些的业精显示屏啊 以及摄像头的一个业务 扣除掉这些收入之后呢 那么反而相比这个上半年呢 三季度的业绩呢 是出现了一个倒退的状况 那么预期呢公司下半年的一个业绩呢 可能只是跟上半年有所持平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总体来说呢 今天的股价呢 的确是受到了这些中期业绩比较好的一个支撑 那么暂时的股价上面呢 看呢 在这个短期45.8元左右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的 但是呢上方的时日均线的位置呢 是52.67元呢 阻力依然是比较大的 好的感谢潘小姐的点评啊 请问您刚才所涉及的股票或资产有持有吗 没有 好的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